大家好 又是立即学投资的时间 今次会跟大家讲两只在香港上市的杠杆反向ETF 代码分别是7226和7552 先跟大家重温港交所代码的意思 其实所有72字头的都是两倍的正向ETF 而所有75字头都是两倍反向的ETF 7226就称为南方东英恒生科技指数每日杠杆两倍的产品 而7552就是它的相反 是南方东英恒生科技指数每日反向两倍的产品 两只都是由CSOP南方东英出的杠杆及反向产品 英文就叫做Leveraged and Inverse ETF 简称为LNI 7226和7552追踪的都是恒生科技指数 同时恒生科技指数也有期货在港交所交易 在2022年的10月和11月初科技期货每日的成交章数更加超过10万章 所以其实你看到恒生科技指数它有一个生态圈 就是有恒生科技指数的成份股又有ETF又有期货 一个很好的生态圈有很强的一个流通量 让这几个金融产品的生态圈都可以互相去补足 恒生科技指数它所追踪的成份股有30只 这30只都是在香港上市的最大的30间科技主题有关公司 现在五大成份股有小米、美团、阿里巴巴、腾讯和京东 五只合共占了恒生科技指数大概是39% 还有为免单一成份股的比重过高 每一只成份股在恒生科技指数里面的比重的上限 都是切为8% 让我们回到今次所讲的两只ETF 7226和7552都是杠杆反向的ETF 7226就是正向两倍的 如果恒生科技指数在当日上升3% 7226就会上升6% 相反如果指数在当日下跌3% 7226就会同步下跌6% 有一点各位必须要留意 就是杠杆反向的ETF的倍数的回报 是指限交易当日的 意思就是持有多过一日的话 在这个多过一日的时间里面的回报未必是两倍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7552 7552就是反向两倍 所以如果恒生科技指数在当日上升3% 7552就会下跌6% 相反如果指数是跌3% 7552就会上升6% 所以7226和7552的收益是刚刚是相反的 那说回市值方面 7226现在大概是55亿 7552就是11亿港币左右 那他们的上市日都是2020年的7月 那有两年的上市历史左右 ETF的管理费就每年1.6% 基金管理公司就将每一手设定为100股 那现在7226每一股的股价大概是5.2 就是每一手是500多元的入场费 7552就是一股是9.6 10元左右 那大概是900多元1000元的入场费 那让我们重温今天都很多的内容 今天跟大家介绍了两只由CSOP南方东鹰出的 在香港的杠杆反向ETF 7226和7552 两只都是跟踪的回报是恒生科技指数 7226就是每日正向2倍的 而7552就是每日反向2倍 那基金的资产值大概是55亿和11亿港币 两者都是一手分别是500多元和900多元港币 那港股其实由2021年到2022年两年的大跌落里面 如果你想在动荡的市场环境下 短期捕捉下科技指数的升跌幅 都可以考虑下2倍的7226或者是反向2倍的7552 最后重复多一次所有的投资都是有风险 包括股票和ETF 特别是杠杆反向ETF 都是有风险的 多谢大家 多谢大家看我们的片段 如果你对以上的片段感兴趣的话 希望你给个like我们 或者share我们的片段 或者subscribe 或者按个钟钟 如果有任何投资的意见 或者comment 意见的回馈 都希望你在留言区里面和我们说 多谢你 请不见 请不吝点赞 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没有 不吝点赞 您 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